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时代光华管理课程 那么如何体现吸引力呢 体现吸引力有三种方式 当我们作为一个经理人 想让自己拥有影响他人的形象的时候 他会由三个层面来构成 第一个是我们讲过的外形 你是否看上去像一个领导者 你的外在的表现是什么 前几天我看一个杂志讲林彪 他21岁成为中国红军最早的军事将领 20岁 太吓人了 井冈山上他已经20岁成名 当他48岁已经设是共和国最年轻的十大元帅之一 所以我们说 那个人是不说话的 但是在党内的所有斗争当中 他都是怎么样 叫独树一帜 从来没有人说服他 毛泽东也说服不了他 所以看到一个真正有影响力的领导者呢 你还是不能跟简单的形象挂钩 因为记住一句话 30年以前的形象是父母生的 美与不美怎么样 我们说了不算 但是30岁以后的路子 是我们自己走的 你有没有淡定 有没有从容 有没有权威 全靠自己 这是我们说形象 它源于内在和外在的两种素质 形象是内外结合 第二叫品格 品格通常是看不到的 只有事件出来的时候 人家才能见到一个人的人品 大事当头的时候 人们看到这个人有没有人品呢 比如说一个人见了困难就跑 别人就认为这个人叫年轻怕重 看了这个决策 他就不承担责任 别人就认为他老奸俱滑 那么假如一个人一旦有问题就抢着上 别人就认为这个是个赶死队 值得信任 所以品格永远和什么呀 内在的信仰有关 你有否专注的去实现一个事业 你有否有为他人服务的理念 这个决定一个人做事的品格 否则一个只为自己打算的人 永远不会有成功的动力 所以当一个人为自己的时候 永远会有三个困境 你跟品格无关 叫什么呢 为名 为名所用 名和利都是能够诱惑人的东西 为名利所用 第二个你可能不看重名利 但是你为什么呀 情色所困 一样 对吗 名利和情色 如果你都放不掉 那你这个人就没有办法成功了 所以看上去人能看开 但是不一定的 如果我不看重这些 我还能看重什么呢 所以人在品格上 如果只局限于个人 将永远没有成功的动力 而成功 我给成功下一个概念 是为更多的人所需要 就是你的影响力 要波及的越广越好 这个影响力是通过给予达成的 你给予越多人有价值的方法 思想和理念 越多的人追随你 那你的影响力就达成了 所以我们把品格换成是对别人的影响 那么能力是什么呢 能力是在个人形象和品格基础上 你数业又专攻 能力一定跟什么有关 专专业有关 如果一个专业不被人所用 我们认为他叫树枝高隔 藏枝深山 叫无用 也叫废品 所以专业如果被人所用 能被人所用 才转化成什么呀 能力 所以我们要祈求别人利用我们 如果我们连被别人利用的价值都没有活 这有什么意思呢 谁付给我们肯定 谁给我们报仇 所以我是希望能够为人所用 用我的人越多我越有价值 所以我们给能力下一个定例 要被人使用 被人利用 那么如果这些达成了 我们就拥有了吸引力 这个吸引力在表达上 也是有工具的 有方法可循的 第一个叫 有肯定 当你和别人交往和沟通的时候 对观点 对方法 你要有肯定的表态 明确你要什么 比如说 我希望这个会议达成什么呀 对薪酬改革的初步大纲 我希望劳资部今天就能出一个基本大纲 那么销售部叫低工资高提成 管理部叫高工高底薪什么呀 低提低奖金 按这个原则 我希望周五能做出一个方案 有肯定 明确你想要的 你不能说 请人力资源部拿出一个工资改革方案来 所有人回去做的一件 就是说咋搞 那人说咋搞 那人说不知道 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 没有人看到如何搞 最后你说两年都没人做 因为你没拿出肯定的你要的 那么第二点有观点 当你对任何事物和人进行交往的时候 你的观点是明确你不想要的 当冲突发生的时候 大部分人都是不明确他不想要的 比如说我曾经遇过这样一个老总 他自己是我们深圳一家 那个香港资的珠宝公司的老总 珠宝公司的老总 等他办在深圳做了六年以后 这个公司已经做得很大了 然后那个香港老板就派了内地 七弟来中国公司 来深圳跟他做副手 结果他心里就白干交集 他第一他很想做这个老总 也做得非常好 做六年了 这个市场打开了 第二他就怀疑 董事长要在叫下山摘桃子来了 市场已经做好了 派内地把他怎么样取耳代之了 那他就会在猜测当中达成这个心愿 这个心愿就越来越来 压力越来越大 最后他就开始变成什么了 他就明确了 他说第一 我不能这样任人宰割 但大家看看前边只有一个事实 就是这个内地给他当助手 第二我要先发制人 第三我要先把这个气怎么样 出出去 于是他开始跟他的中层挨个讲 全全深圳这些公司的中层挨个讲 说老板不行了 跟台湾人打工就是不行了 你看看 要卸磨杀驴了 我这边刚做的挺好 已经把他们家他小舅子派来了 你们也好自为之吧 我是准备辞职了 跟所有人都谈完后以后 他就发一个email给他的董事长说要辞职 这回那个老人插家就坐飞机过来了 目瞪口呆说 问他 刘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是我想不到的 因为你如果辞职打断了 打断了我对中国整个的市场的部署 他听了他也懵了 那他就说那他没有办法收回来了 他就说因为我还是有另外一个朋友要做公司 也盛情难却 我还是想到那去 也是对不起 但是也谢谢你这么多年的栽培 结果那个台湾人也是觉得爱莫能助 那就那就 走吧 他就回香港了 这人就走了 然后他告诉他说 我本来是想让他的内地来负责深圳市场 然后你来负责我在中国内地的各省市场的开拓 因为你是大陆人 你懂市场 我在台湾和香港几乎是难以顾及这个的 而且台湾的文化和大陆的文化不一样 我又不在大陆又在香港 所以你是最好的人选 现在你看 我要另找人呢 可能要好几年 我也很难做好我的这个事了 结果这个刘总怎么样 就走掉了 当他见到我的时候 他已经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副总 非常不开心 他说朱老师我要早听你的课就好了 他说换了你怎样做朱老师 我说换了我做非常容易啊 第一件事是不会发生的 那我35岁以前是会发生 43岁以后不会发生 我会直接给董事长发一个email 问他 您中国人对这个现象 就是派自己的亲属 当老总是非常敏感的 我也盖不例外 能否告诉我 他来后职位的发展是如何的 我会直接问这个问题 那董事长不就告诉你了吗 你不就啥事没有了吗 那你为什么不跟他沟通 而跟你下面沟通呢 当你跟下面造成弃成事实的时候 你还能离开吗 你不离开也不行了 我还有第二点 如果我都这样做了 他当面跟我说 他的意思不是那样的 我也会跟董事长说 那我误解了您 如果您还信任我 我还愿意跟您开拓中国市场 你也可以不放弃那个事业 但是他第一沟通方式不对 第二面子很重 结果就把自己的未来怎么样 葬送了 因为在一个50岁的人 再到一个自己从未熟悉的行业做 又能怎么样呢 那离成功会越来越远的 所以这是我们说 一定要明确你的观点 当沟通的时候 我要什么 我不要什么 如果不明确 将非常麻烦 你就会用自己的故事去说服别人 然后把自己气坏 最后那个结局怎么样 离事实很远 这是一个非常有权威的领导 会在这方面做得很好 有行动独特的沟通风格 你沟通风格没有定论 每个人都有他习惯的 那究竟你怎样沟通呢 大家都常使用的 这第一叫电话 第二个叫email 第三个叫什么呀 面谈 那么第四个呢 就是书面报告 纸条 培训就是生产力 学习就是竞争力 由实战经验极强的培训师 现场讲授操作性极强的培训课程 问题能否解决 改变是否发生 是衡量我们课程效果的唯一标准 敬请关注知名培训师课堂 给大家讲一个 那个美国的一个经理人 他是做叫伯哈斯 不知道大家看过这本书没有 他写的那个书名叫做 狗娘养的自白 有谁看过 没有人看过 那是我挖掘的去年的一个创销书 建议所有人买来看一看 我跟那个出版社可没什么关系 不是给他推销 那个书里讲了一个第一个真理 他特别会总结他的观点 这个人是从一个大学生办校报开始 做成美国的媒体大鳄 从一个三亿元的公司变成三十亿美元的帝国 够厉害吧 做职业经理人 他有一个最重要的法则 第一个就是他小时候减牛粪 他在操场减牛粪的时候 他的外祖母第二年就找他说 你的减牛粪令你外祖父很满意 所以今年你不需要减牛粪了 你可以放牛了 他说我总结出我一生的第一条法则 他的独特观点叫什么呢 假如你厌烦干什么事 就把他干到最好 然后你就可以不干了 我觉得对所有中国人都有用 因为大学生怎么样 经常犯的错误就是说 给我多少钱我做多少事 不给钱不做 实际上他把他自己葬送了 那么这个资本主义的这个媒体大恶的这个名言 我听了看了这句话 我就想到那个咱们国家有个逃粪工人叫石传祥 谁愿意逃大粪呢 但他不就逃得最好 最后就站到天安门管理台上去了吗 所以你厌烦做什么事就把他做到最好 然后你可以不做他 那第二个他的独特的沟通方法 他是总结名言 第二个他就善于写条子 他有粉色的变迁 他看到谁错了他就发一小条把他骂一顿 他说饭是能被我骂的 就意味着他有两条出路 第一个他受不了骂死了就走了 第二个他受得了骂生得很快 饭是不能被我骂的 我记不住名字的 那就意味着他没什么前途 那大家看如果我们在职场上 你不能关注你的下属的优点和缺点 就是第一你不能表扬他 因为你看不到事实和数据 第二你不能批评他 因为你也看不到事实和数据 所以最终你气得上什么呢 像我工作的一个企业 那个老板是特别脾气大 他一发脾气 他就脸敲青 他一清 公司就气愤压抑 像进入万恶的纠色会一样 我刚去那公司家还不知道 有一天正在办公室呢 就听见我们的一个前台 然后所有人 把脑袋全都扎到桌子也去了 然后我就觉得奇怪 我就出来了说 有什么事吗 老大来了 那这是怎么回事 一会就知道了 我就回去了 过一会只见老总上台了 那谁告诉呢 老总的司机 司机每天跟前台打一电话 心情很好 心情不好 心情一好 所有人都放松 心情不好 所有人都紧张 然后只见老板上来连铁青 叉叉叉叉就把他见的第一个人骂了一顿 这回我就很直接 因为我给他当助理 我就直接进去了 我说 佟总 我给你提个意见 安姐 什么意见 因为我比他年纪大 我说我来公司第一天就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你没来之前是有人通报的 这还不说 我早就知道你心情不好 你没考虑到你的影响吗 他说真的 我说那当然 你一来 你把那个老红骂了一顿之前 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那你这已经成为习惯了呀 他说我倒没发现呢 我说我发现了 你看我刚来公司第一天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因为他跟我是朋友 就是为了帮他 所以我第一句话就告诉他 这给他乐的 他说我从不知道这些人还这样 不过我心情是不太好 可也不至于这样啊 结果他很年轻嘛 他立刻走出去说 听说我来你们都打斗 有这事吗 这底下说 哎呀没有没有老大 没有 实际上是有的 问他说 哎呀不要这样吗 你看给朱总说带来什么影响 说我一来了 你们都是就是如 叫惊弓之鸟 我看你们都挺正常嘛 那大家说正常正常正常 实际上都不正常 但是我们这个领导能不能知道 他这个带来的不正常呢 不一定 所以我们说 他那个独特的沟通方法没找到 而我们刚才的那个就找到了 所以做领导沟通 骂和表扬都是一样的 你采取方法 有的人是发短消息的 也请大家看另一本书 是IBM的那个 呃 永远影响的是别人的思想 一个专业技术最精的人就是卖弄自己的技术 技术卖弄的越多 树敌就越多 大家记住 如果你的技术 你标榜你的技术越玄妙 越深奥 你树敌就越多 因为别人都不服你 你懂的那算什么呀 他就会给你使点小伴 让你出丑 最后别人扼手相亲说 终于打击了他的企业 你看你把自己变在什么地位了 所以不要沾沾自询自己的专业技能 因为专业技能在沟通当中 不让我们占优势 这就是成功学当中的百分之百的成功 等于什么呀 那个最著名的公式 百分之百的成功 等于百分之十五的专业技能 加上百分之七十五的人际关系 所以沟通就是生产力 没有沟通就没有权威 没有沟通就没有影响 这是我们说体现你的吸引力的方式 那有这三种 那么三种吸引力方式 第一个要求你能说出你要的 我是要一个团结的班子 我还是要一个服从的部署 我还是要一个最好的市场销售业绩 我是想让这个人离开 还是想让这个人留下 我是想跟这个人结婚 还是想跟他怎么样 谈朋友 总之你要有目的呀 如果你没有目的 你的所有行为怎么样 都会背道而驰 我们经常在做一个测验 当我们跟自己不看重的人 却联系最多 明白吗 他的工作情感物质经验 都跟你没什么关系 你跟一个新认识的人 或者跟你没有重要关系的人 联系是最多的 天天跟他吃饭打麻将 以以被每一某一天和他建立关系 而你忽略的是你身边最忠诚于你的部下 最爱你的人 你跟你的父母一年不同一个电话 你跟你的老婆怎么样 一周不说一句话 你跟你的孩子一年没打过一次招呼 我们往往输略忽略自己什么呀 最亲近的人 却跟那些最微不足道的 从你生命中一黄而过的人建立 试图建立最亲密的关系 这是人们最不明智的 那么作为职业经理人应该什么 要明确自己在事业上要什么 在情感上要什么 在关系上要什么 你要明确 所以每个人要给自己画一个工具 画一个图 我们也管它叫雷达图 你可以这样画 那么这边呢 是你的发展 对你发展 事业的发展 这边是你的家庭 这是事业 这是家庭 人是离不开这两个指标的啊 那么事业上对你发展影响最重要的人 期望大家一二三标上 影响你事业发展最重要的人 一二三标上 这是事业 所以这边成为你的上机 这边成为你的下机 下机会影响你的升迁 上机会决定是否发现你的长处 那你和他们的沟通方式和频率怎么样呢 一个永远不跟上机沟通的人将永远不会被你的上机认可 一个不懂沟通方法的人 你所做的所有业绩都是零 一个不能跟你的上机搞持高频率沟通的人 你在他眼中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 所以要评估 那么你的下机 如果你只关注个别人 你的权威就会是极窄的 如果你能关注全部人 你的权威影响是极大的 家庭也一样 如果你心中觉得在事业的平衡上 你跟你的家庭的关系很近 那你的孩子 妻子 女朋友 男朋友 在什么位置 跟他有沟通吗 你的父母 这边是你的朋友 没有朋友也不可能构成人生啊 你有几个朋友 有没有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这里根据8020法则呀 大家都知道 你的20%的人际关系 帮助你创立了80%的事业 所以抓住你人际关系当中非常重要的点 这样你就能明确 你究竟在沟通当中要什么 原来只要精 只要少 只要好 而不要多 不要烂 否则你天天喝酒都没有用 明确你不想要什么 比如说我有很多年是不怎么和我家里打电话 去天天忙 也不跟我的孩子沟通 实际上我是想要家的 然后跟我的女儿一年也不沟通一次 今年一去体检 发现中度抑郁症 然后我发现我是个事业狂 只做公司 不管孩子 现在抽出孩子 每天跟孩子打电话 他就症状缓解了吗 减轻了吗 这就是我的例子 我觉得大家是可以想一下 我们经常会忘掉对自己最重要的什么呀 沟通对象 所以你的单独的吸引力在事业上成功又能怎么样呢 一定要兼顾家庭朋友和事业发展的双重曲线 把这些确定好你要联系和沟通的点 在这些关键人关键事件上找住你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 维护他 我们才会获得平衡的生活 所以我们说明确你要什么和不要什么 当然具体事件上我们还跟大家分析 在权威表达上也根据判断有关 这就是为什么权威影响是从态度开始 当然沟通你也可以像我这样 我跟我老公沟通从来不说话 我只写字给他 高兴了我就写他的名字 不高兴 高兴写老公 不高兴写名字 再不高兴啥没有 他就知道我生气了 他呢人家永远没有表情 学道德经学太久了 绝对跟没有一样 有一天我跟他说 我开玩笑 我说老公你得到了 他说老婆真正得到的是你 我一听挺会表扬 我还挺开心 接着我说 他说的你啊 他说我这辈子一辈子啥都不如你 我听了特高兴 还会觉得就是 然后接着他说 这辈子只有一个事 我找老婆比你找老公有眼光 我一听很对 所以大家看他很有权威 实际上他不说话 他一说话 你就想半天 想好几天还记住 想说出语录来了 所以我们说 沟通一定要权威的对话 体现在话不再多而再精 话不贵精而贵准 这些我们就会知道了 然后用问话 开始我们的说话 这是我们用这节的时间呢 跟大家分享 如何在权威对话当中 体现我们的吸引力 如何在这个吸引力身上 表现我们的个人权威 那么权威跟问话有关 跟行为有关 跟你掌握的方法和态度有关 那么什么是态度 就是态度懂得用心体察自己 用心体察别人 而后在这个雷达图上 确立好所有你最重要的关系 那么在这个重要的关系当中呢 我希望大家也是在这节课上 在自己的笔记上画上这个作业 画上我刚才写在黑板上的一个作业 那么这个作业当中呢 也是用这个雷达图来表示 你有几个人 那你就会发现你有几个圈 那么中间要大家写上叫联系频率 就是你是和这些名字 这个人是一周联系一次 还是一月联系一次 如果你和你的上级有事开会才联系 没事和开会不联系 没问题不联系 那就叫有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领导者 秘书当政 老婆当政 司机当政的原因 因为那些人的联系频率是最高的 你的 你因为有才华 所以你不联系 那是错误的 所以请大家在自己 这个课堂的作业当中呢 把这个人际关系的沟通的联络图做出来 然后希望大家列出 我们和相关人物的沟通频率 然后评估你和他现在的关系 究竟是好 很好 非常好 还是冷淡 还是很坏 很坏对你很重要 就修补他 很好 失去了原则 就拉开距离 如果还不够 你最看重的人 你却跟他没有联系 赶紧怎么样 建立联系 这是我们用这节课呢 跟大家分享 权威表达的态度 既是从新开始 也是从行为开始 本讲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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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